如果要学会这个查表函数的话 有一个前面的先背知识 基本概念就是 查表是用来进行资料比对用的 我可以去比对 这两张表有没有相同的 对 或者是比对到后 把什么东西传回来 这是他们的主要功能 然后呢 在查表 查表函数这样的一个工具来看 第一件事情你们要先判断的是 到底你的查表函数要用哪一个函数 好 什么意思 查表函数分两种 一个叫做VLOOKUP VLOOKUP 第二个叫HLOOKUP OK HLOOKUP 那这两种差别在V跟H 也就是所谓的方向性 如果是VLOOKUP 它叫做垂直 垂直差表 垂直方向的差表 对 然后呢 这叫水平方向的差表 CM02后传回它隔壁的产品名称 这样听得懂吗 好 所以我们用它来作为被查询值 来比对 比对到了后把隔壁的传回来 这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OK 好 好 所以这张表就是我要进行的查表的那一张基础表 就是这张这样叫查表 那这个查表的话 它的方向性就会决定你在用函数的时候是用VLOOKUP还是HLOOKUP 所以你看喔 如果这张表的排列 我们早上 刚才不是教那个转质吗 好 都会帮我们找到的转质 我们用复制 好 然后呢 我把它转过来喔 点这右键 选择信贴上里头的选择信贴上 我们用蓝列替换勾起来 确定 它是不是转过来了 好 当它转过来之后 你看喔 如果我在查找的时候 我要比对是不是产品代码这个值 所以呢 到这边来比对的时候 如果我的产品代码是上到下的方式进行寻找 或者右边左到右的方式进行寻找 听懂喔 如果是上到下 这个叫做VLOOKUP 因为它是垂直方向 如果你是你的表长这样反向的 如果你的表长这样 那我们在比对的时候是左到右的方向 这就是水平方向 你要用的函数就要用HLOOKUP 所以呢 到底要用V跟H 跟你这张表一点关系都没有 是跟这个差表有关 这样了解吗 好 所以我这个例子呢 我要用的是VLOOKUP 那HLOOKUP跟VLOOKUP这个函数啊 因为大部分啊 我们的表一般的习惯 都是这样一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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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建置 所以呢 因为它建置习惯的关系 大部分你会发现函数都是用VLOOKUP 是因为建置方向的关系 听懂吗 很少会用H 比较少看到H 几乎都是V 可是H有没有可能也会有 也会有 所以你要搞懂这两个函数 好 再来这两个函数 目前这样听懂这个观念后啊 接下来这两个函数的制作方法啊 其实是一样的 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语法都是一样的 它们就只插在方向性而已 好 只有方向性 好 来 所以你看老师打了小招 因为它真的是太长了 所以我直接把小招打出来 来 我们看语法 语法怎么做 这个语法是这样 诶 等一下老师先改一个地方好不好 来 我们先把它改下拉好不好 这边 因为没有做下拉 你等一下不好做校对比较快 好 这一串做下拉哦 今天教过了哦 还记得吗 资料 然后呢 验证 对 验证 好 进来之后呢 允许这边改成 因为我有来源可以让我参考 就是储存的范围 好 拖下来一点 点这儿 框放 它就回来了 可以吗 好 确定 好 确定完之后 这边你就可以只用下拉的 只用下拉的 听懂是吗 那这样它就会自动带回来 目前听得懂吗 好 先这样改 好 那这改完之后 来 我们看这里哦 来 语法在这儿 好 第一个叫做备查寻值 所以你的V就给它下来这里哦 好 什么叫备查寻值 就是我隔壁的C4 OK吗 你要拿谁来找 那这个最容易错 很多学生错的都是把自己当成备查寻值 你自己是空的 我都已经要等人家传回来资料给我了 我怎么会是备查寻值 听懂吗 那就会造成循环参照 好 有个名词叫循环参照 它就会有问题 好 所以第一个 备查寻值的话 指的是C4 OK C4 第二个查表范围 逗典哦 查表范围就是这张表 那这张表要特别注意哦 有概念的哦 来看下面注意事项 查表范围的第一栏 必须是备查寻值 所以我的备查寻值是产品代码 我在框选的时候 我一定要这样框 第一栏 看懂吗 然后后面有写 虚涵盖传回的结果栏位 我要传回的结果是谁 隔壁 听懂吗 所以你要这样框 至少至少 范围要这两栏 可不可以多 可以多没有关系 可以多没有关系 但不能少 听懂吗 可以多不能少 所以就这两栏 所以这个是我的查表范围是 K5到L9 来这边 逗典 K5 好 冒号L9 听懂吗 K5冒号L9 好 再来 那要传回的结果 位于查表范围中的第几栏 好 这一个是我的查表范围 那以这个查表范围来看 这叫第一栏 这叫第二栏 所以我要传回的结果位于第2 就输入2就好 听懂吗 那如果以后要抓 假设我要抓美方单价 我就传为3 一次类推 就看你的范围 怎么框选来做决定 好 最后一个查找方法 查找方法的话是这里 这一个 那这个叫做精准比对跟模糊比对 精准比对就是这个完全符合true 对不起false false是完全就是精准 精准比对的意思是找的时候一定要找到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这叫精准比对 好 上面这个叫做模糊比对 所以区间型的就会是模糊比对 好 区间型的会是模糊比对 这样听懂老师意思吧 所以我们这个例子的话 文字型资料大部分是要精准的 所以我们这就输入0 0 0或者是false都可以 那个电脑的表示方式 我们在写的时候 0我们都给它画一杠 像barbecue一样 画一杠 因为要跟O做区隔 OK 打字的时候就直接打 没办法 打字不能打这个符号 所以这是0 这是0 好 来 然后把它下上去 好 所以这里的话 我就点选 来点这 到fx 随便点一个 B-L-O-K-U-P 好 快两下 它会带进来 好 带进来的时候 第一个就是我的备查询值 它 C4 插表范围 这样子 两格 OK吗 带回的值 位于第二 蓝 好 这个它会 处跟没有指定值 那 它写的都看不懂 不要理它 听我了就对了 0 好吧 0就是false 处就是1 看这里 处是精准 模糊比对 false是精准比对 OK 好 来 确定 它就会传回典长圣托斯 所以你看02 02是这一个 有没有 如果老师换 他就会换 知道意思吗 嗯 他就跟着换 会哈 好了 再试一次 我们再试一次 因为这比较难一点 来 美邦单价 美邦单价怎么下 来 一样的fx 好 OK 快两下 好 我问你们哦 我应该直接先写答案 来 我先问 美邦单价呢 一样用VLUGA 好 请问哦 如果我是用这个当产品代码 产品代码当成我的备查询值 C4 请跟我讲 插票怎么框 哪里到哪里 蓝就好了 哪一蓝到哪一蓝 K5到M9 对 K5 冒号 M9 要三蓝 好 重为值位于第几蓝 三 就是三 看懂哦 那比对方法要一模一样 所以是false 看懂哦 OK好 另外一种写法 如果我的被查询值不是用C4 我是用D4 我是用D4 请问查表范围怎么下 D4是产品名称 对 看懂哦 它从第二蓝开始 L5到M9 L5 冒号M9 那重为值位于第几蓝 2 对因为区间改成这样了 所以它就是两蓝 最后比对方法 看懂吗 其他同学 可以哦 好来 所以答案没有绝对哦 答案其实没有绝对哦 好 我们来看一下 我用函数精灵 这样你们比较可以用 好来 我们看一下第一个 第一个是被查询值 所以我如果用D4 好来 范围就是从这一区开始 因为被查询值 一定要位于第一蓝 好 重回值呢 以这两个区间来看 重回来变是12 所以要重回第二蓝 最后比对方法是0 完全一模一样 确定 好它就会带回是680 看懂老师的意思吗 这个听懂 好 所以这两个是 哎 我要的结果 然后等会就要往下填满咯 往下填满 那往下填满会错了 知道吧 往下填满是不是 C4 K5跟L9 通常来讲范围是一起看的 一起看 好 所以C4是这一个 当你向下填满是要换人 换人换人 因为换人进来做 被查询值嘛 不要动 不对了 要动了 不要理他了 好 K5跟L9是这个范围 对不对 那我就算往下填满 也是这个范围 也是这个范围 所以这范围不能动 那不能动的话 填满方向决定锁定方向下填 所以是5跟9 看到吗 越向下 9了其实你的那个判断的速度会越来越快 就是当你做9了后就会了 来这个 然后这一个也是 其实都是范围啦 以后多久都会知道说 其实原则上范围 才是真的要锁 几乎要锁就是范围 好 来框起来就往下填满 然后这个例子还会有个错啦 NA VLUGA一定会遇到NA 主要是LUGA的函数就会遇到NA NA是什么 找不到 为什么找不到 因为你没有跟他讲找谁呀 听懂吗 你没有跟他讲找谁 他就跟你讲我找不到 NA就找不到 不算错哦 是找不到 所以呢如果你跟他讲有谁 他才会找得到 可是这个档案就很尴尬 这叫订单 所以我希望我把函数下完之后 给我同事 我同事只要帮我把 他要的订单填一填就好 所以等一下我要教你们下一步 就是要解决NA的问题 了解哦 NA怎么办 所以等一下你往下填满的时候 如果有NA是正常的哦 是正常的哦 好不好 来你们练习一下